据外媒报道 ATP线世界第一莫瓦克德约克维奇在医疗豁免被拒绝后 将会放弃即将开战的奥网公开赛 不过 他的队友却表示 塞尔维亚人仍然在努力参赛 自从组织者宣布 要参加奥网就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之后 德约克维奇的参赛前景就一直存疑 当地时间本周四30日 据塞尔维亚媒体消息人士透露 未免冠军德约克维奇将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奥网公开赛 原因是赛事组织者拒绝了他参加该项赛事的医疗豁免 该媒体称 德约克维奇本来希望获得医疗豁免 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驳回了他的申请 这使得塞尔维亚人在追求创纪录的奥网石灌王之路上 受到了严重打击 外媒报道截图 根据维多利亚州政府规定 所有参赛者 包括球员 知识团队 官员和观众都必须接受完整的疫苗接种 才能参加奥网公开赛 但是 由于某些医疗原因 一些经过筛选的参赛选手将不受该规则的约束 不过 尽管曾在去年感染过新冠病毒 但德约克维奇依旧对注射疫苗的事不做表态 并且表示不愿透露是否注射疫苗的隐私 这也使得他参加奥网的可能性变得扑朔迷离 尤其是在他退出ATP杯 这项奥网热身赛之后 2022年奥网公开赛将于2022年1月17日开战 而目前 尚未见到德约克维奇出现在澳大利亚理论上 再晚就来不及完成隔离后的赛前热身了 不过 他的塞尔维亚队友杜桑拉约维奇表示 这位24大满贯得主 虽然对未能参加ATP杯感到失望 但仍有希望被允许参加奥网 德约克维奇资料图不幸的是 他不能来到这里了 但我认为 他和我们一样 都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来到这里 不幸的是 他不能 而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拉约维奇告诉记者说 他只是说 他不会来参加ATP杯 并且正试图参加奥网公开赛 虽然我不知道 他不能来ATP杯的官方原因 但也许ATP知道 他说 我不会来到ATP杯 我们会看看奥网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 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是否会来 但他正在等待一个决定 尽管对外表达了自己的这些想法 但拉约维奇仍然无法证实 德约克维奇是否一定能够参加 2022年的第一项大满贯赛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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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